唐嫣是一个非常漂亮的演员 出道后一直受到大家关注 身材高挑 颜值出众 出道后饰演子萱一脚大火 大家都说 子萱是唐嫣的颜值巅峰 毕竟自从子萱过后 唐嫣所选的角色都是偏偏一律的傻白甜角色 久而久之也被网友吐槽演技 但也因为这个人寿观众们都记住了她 毕竟娱乐圈的女星 有两大人设最吃香 一是清纯玉女型 二是傻白甜型 直到出演 锦绣未央 唐嫣才告别了傻白甜女主 转型成为复仇公主 不管是刚开始的时候 李未央那种活泼单纯 还是后期李未央黑化之后的公于心计 这两种转换唐嫣都是拿捏得十分到位 她的演技也让观众们刮目相看 而这部剧也成了她与罗进的定情之作 唐嫣和罗进的缘分很奇妙 两人在这诺大的娱乐圈中一共合作了五次 简直就是荧幕情侣到现实婚姻的进化史 2016年锦绣未央播出之后两人官宣恋情 2018年两人正式步入婚姻殿堂 唐嫣和罗进在婚后虽然非常低调 但是每当两人同框时 大家都会被他们给填到 2020年两人也诞下了爱情结晶 作为85花女星中的一员 唐嫣已经许久没有心做问世了 对比其他几位拼事业的同龄女星 唐嫣似乎有种彻底躺平的趋势 但近来唐嫣全面付出的信号很明确 动作一个接一个 先是电视剧《繁花》的首版预告片千呼万唤史出来 再则综艺 我们的客栈也官宣了嘉宾阵容 出道快20年 一直走流量路线 但这居然是唐嫣的首当常驻综艺 粉丝们喜极而泣 自家姐姐终于要搞事业了 虽然不是被嚼烂了的禁足 但好歹有了曝光度 前段时间 某平台放出一段唐嫣录制新综艺的路透花絮 她的状态也成为大众热议的焦点 在路透视频中 唐嫣整体状态不错 气色大好 皮肤状态紧致饱满 特别是对比她产后复出时的状态 当时的她脸部十分臃肿 因此还被大众质疑打了美容针 如今唐嫣的脸部貌似已经消除了产后的浮肿 皮肤变得紧致Q弹 就连标志性的苹果肌也变得更加自然饱满 没有僵硬水肿的济世感 看来唐嫣并非绝对的躺平派 而是在默默的暗中努力呀 一边养颜护肤 调整状态 一边蓄力出力 呈现出最好的一面 如今我们的客栈已开播 唐嫣的表现也没有让大家失望 虽然人人都说唐嫣是傻白甜 但不得不说她笑起来是真的甜 就连张杰都经常夸赞唐嫣完全看不出是当妈的人 节目上唐嫣也是十分勤奋 眼中只要看到有活 她便会忍不住上去帮忙 在一堆综艺老油条中显得唐嫣真的很真丑 这不 一次梧桐一大早就叫大家开会 唐嫣急急忙忙连装都没话就跑出来 当姚晨看到唐嫣的素颜后 开玩笑的凶唐嫣 你的素颜也就一般般嘛 注意唐嫣的表情 只见她用十分嫌弃的表情嘀咕了一句 反正比你好 搞怪的表情太可爱了 唐嫣虽然已经四十岁了 可素颜状态的她完全看不出岁月的痕迹 笑起来眼角没有细纹 双眼皮也非常自然 嘴角更没有歪斜 笑容甜美 好似元气少女一样 你们喜欢唐嫣吗